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这题范例 这题也是由公式来做判断 它的特点是在于 把整个实验装置进到水中 去观察这个亮纹的间距是否有变化 那变化是如何 那屏幕它有给狭峰间距租 然后屏幕与狭峰距离L 用绿光雷射入射双狭峰 在屏幕上相邻亮纹的间距是 X1 也就是我们在前面介绍的影片中的 Lλ除以Z 就是ΔY 只是今天题目用X1 X1来代表ΔY 然后它说在其余的条件不变情况下 也就是L不变 Z不变 那进到水中在做实验 λ会改变 那这时候 屏幕上相邻的亮纹间距变成X2 求X1分之X2 以至水的折射率是3分之4 那这题的逻辑是这样的 首先呢 同一道光 同样的光 绿色雷射光 在空气中和在水中 它是什么东西会不一样呢 可是频率会不一样 还是波长会不一样 应该频率是一样的 因为产生绿色光这个过程 它的源头 它的源头就是震动 电磁波 光是电磁波 它的源头 产生这个波的频率应该是一样 不会在空气中和水中的改变 那所以在频率一样 频率相同的情况下 由V等于Fλ 波数是频率成波长 这样的关系 在F是固定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说 波数会正比于波长 波长会正比于波数 那我们也知道说 从空气进入水 波数会变慢 那在这个波数正比于波长的情况下 波数变慢 那波长就会变短 波长就会变短 所以从把这个双侠缝的实验装置 其余条件不变 整个进入水中的话 其实是波长会变短 波长会变短 然后呢 再回顾一下折射率 因为题目有提到折射率 折射率的定义就是 真空中的光速去除以戒指中的光速 这样子 所以又可以看得出来 戒指中的波数 会跟折射率成反比 所以综合刚刚的讨论 戒指中的波数 跟折射率成反比 然后呢 在频率相同的情况下 波数又跟波长成正比 所以意思就是 波长会跟折射率成反比 在频率相同的情况下 波长会跟折射率成反比 所以今天 我们就已经确定 在水中的 不管在水中还是空气中 它的量纹间距 干涉图形的量纹间距 就是L lambda除以珠 可是L和珠不变 狭凤到萤幕距离L 还有狭凤间距 珠不变 那就只有 lambda 变 那 lambda 改变的时候 delta y 就跟着变 所以 delta y 就正比于波长 所以 可是波长又跟折射率成反比 所以最后就是 波长的比 就会是折射率的反比 然后 就会是 量纹间距的比 所以就是量纹间距的比 就会等于 这边我们再多写一点点 就会等于波长的比 那波长的比 第二个情况是在水中的波长 然后第一个情况是空气中的波长 水中的波长会变短 水中的波长就是 原来的波长去除上折射率 这是由这里看出来的 所以最后答案就是 4分之3 谢谢同学